大家好,那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清洗我们的这个 airfryer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的 airfryer 刚刚是在有做过了这个烧肉 所以你会可以看到里面很油嘛 所以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去清洗 所以平常的话如果没有很脏 你只是刚刚用然后有那种脏的话 你可以选我们这个Homo Plus 因为它是全天然的一个那个ingredients 所以我们当我们清洗我们的 airfryer ove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洗得很放心 所以你就可以只是这样子喷 喷它 然后我们的 airfryer oven 又是这个不锈钢 304食品级的这个不锈钢 所以当我们去清洗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洗得很放心 不用怕它会唾弃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喷了整个这样子 这些刚刚沾上去的这些油的话呢 你是可以清洗得比较容易的 所以你就准备一个湿布 洗了你扭干它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抹了 你可以准备两片布啦 你一个去抹掉了那个油 然后另外一片你就可以擦干净 好 OK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油已经没有了 OK 然后里面也是这样子 好了 所以刚刚沾上去的那种油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擦得蛮干净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巧克力色的 就是比较没有及时清理的一些 一些脏的东西 你可以用条比较浓缩一点的那个比例 来到去喷啊 或者是 好 直接 拿这个浓缩的 OK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浓缩的 你可以拿一个纸巾或者是拿一个刷子 去刷它 你可以在晚上零睡前去做这个步骤 又或者是你比较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去涂上它了以后 你需要让它静止一个几个小时的时间 给它一点时间去融化以后 你再去做这个清理 就会很容易 好了 基本上已经涂完了 OK so 如果你是晚上做了以后 你就可以这样子擦了 你就关上它 OK 到第二天早上 你就可以用 拭布 去擦它就好了 OK 你就是这样子去擦 你要擦几轮 它这个它会产生那个泡沫 它都是天然的起泡地压的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你就去清洗它 抹多几轮 就OK了 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Air Fryer OK 谢谢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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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